想必大家呢最近在部落联赛或者部落战传奇联赛呢都能遇到这个阵型这个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阵啊后面四个插奴然后这里架着一个狂暴塔 然后这个狂暴塔呢在黑油塔呢他也可以吃到狂暴这里的输出啊可是相当高啊石头人进去了都得融化 然后呢有粉丝叫我更新一首闪阵泰坦OK我这边呢是把两个挪还有一个炸弹塔狂暴塔这边给批掉 如果不批掉的话呢他后面这四个插奴是满15本的状态一个呢200多伤害四个的话接近1000啊翻倍起来的话呢每码伤害有接近2000多 然后再加上其他防御这里的输出啊真的是谁进去了都得摇摇头 勇王断完边之后呢这边盲王也断一下然后在边边角这边一个泰坦进去然后这边一个石头人加一个滚木战车啊这个泰坦呢扛到勇王的伤害呢后面可以扶两颗气球 对这里的滚木呢滚个去可以开路顺便也可以把这两个插奴一起滚一下啊也可以滚到里面的黑油塔对 然后玩这个流派的话呢是可以不用带毒药的好这边滚木战车裂开了之后呢在这里丢一个狂暴 然后冰漏洞一下这个大饼还有这个黑油塔 好然后我们呢把弹跳挂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呢给了一个金身刚好这个气球在打这个多头塔给他一个金身之后呢这个气球就可以把这个多头带走 然后润土的话呢就从上面走过去啊对面的女王呢刚刚已经被我们的蛮王给打掉了 但是这个泰坦的话呢没有按照我们的弹票走啊反而去歪到上面然后把天使给拉上去吃毒药啊这就很难受 然后只有一个女王跳过来然后没什么天使奶的话呢他这边就只能果断开个技能 然后在后面慢慢收尾的话呢啊还是惊险拿下了三星这个阵的话之前其实也打过一次 但是我那一次的闪阵呢是批掉一个黑油塔狂暴塔 然后发现的话后面四个插奴的话输出来是太高了 然后这次就选择批掉两个插奴 OK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呢可以点个赞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